和老司机汽车团队沟通接到了一个任务 改装红光mini EV 这台车呢我关注了很长时间 它月销量呢超过了3万台 也是新能源销量的冠军 虽然之前很多渠道了解过红光mini EV 也了解了它的很多故事 包括网红车呀小小可爱灵活 很多人去改装它等等 但毕竟没有摸过实车 对底盘结构呢也是一无所知 挑战的任务其实还是很大的 市面上很多车主呢都对红光mini EV进行了改装 我呢想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谁都知道这台红光mini EV 它并不是越野车 甚至连SUV都拔杆子打不着 但是我毅然决然的坚持打造一台 越野风格的红光mini EV出来 可能因为红光mini EV的改装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而它自身呢又小巧灵动 让我更想赋予它别样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风格 这个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而且和我自身很喜欢北极卡车 所以呢我决定把它打造成越野风格 那我觉得咱不是得给他赶上一个越野的风格吗 还是那种极地穿越越野那必须的 然后今天我就带着我的好兄弟过来 那个嘉良 他是专门做手绘汽车的 做特别特别地道 之前他也画过这台车的手绘纹 对吧 画过他的赛博课版本 画过他的穿体 那比帕队版本 咱今儿要改成了 越野风格 越野的极地 极地越野风格 对 但是我觉得你正好做一些 你也把我想的怎么画 就画了之后呢 这些改装的时候 按照这幅的设计去做一个改装 那没问题 没问题 那咱就把这个小车改成 能去极地的越野风格 迷你一威 全都是一台 就是一台 咱们 之前老司机的同学 和我听话沟通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之前也见过很多 这款车型的改装的案例 包括有贴车身拉花的 有做其他的改装的 然后看起来都比较酷 但是呢 我想借这个机会 做一台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 因为我们要改版 它改成一个极地版本的 所以呢 我们反过这个飞机卡车 最极致的 PG4的来做 这段风格来断了 在我们刚刚接到 这个改装任务的时候 我和海芳其实达成了 比较一致的改装的方向 就是我们要制造 基于这个50红光 命迷你以为来 打造一个极地穿越范的越野车 但是呢 在轮胎的直径上面 我和它产生了一点 小小的分歧 在我心中 这台车应该用一个 30英寸 或者说30英寸以上的大轮胎 才能震夺出它这个极地穿越的风格 和这个范儿 但是海芳考虑到 我们的时间比较能有限 那么我们只能 最后达成了一个统一的结果 就是购买25英寸的轮胎 上面切架 因为它前后门 这种门牙的位置 我们是动不了的 所以能比着门牙我们去切 然后这样保证门是不动的 保证这个也不动 尽管能切大 尽管能塞一个大的壶子 大壶子进去 然后开了 提倡它的这个穿越的能力 对 这个就是改造四路 我看我们的方案都这么变得好 打就完了 干就完了 毕竟是功课出身 所以干活对我来说并不难 并且呢 我也乐终于上手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那我要求自己除了了解 其他机械原理之外 要有动作问题 车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有一个副杠的这样的一座 我们把那个给拆掉了之后 这块其实是平的 这个平是原车杠上的一个细节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它的两头啊 这个车的两头 我们把两头刀给拆下来 用两头的这个螺丝 我们直接固定脚盘脱架和前杠 因为临近春节加上又疫情的出现 北京很多做钢管喷塑的厂家都放假了 之前合作过的河北的厂家 目前还送不过去 所以 还有两天时间要交车 钢管喷漆是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 最后我们达成的方案呢 是使用这个底盘装甲围 给它来进行喷涂 其实对于这些钢管的产品 我们只要起到一个防锈和耐磨的作用 就OK了 OK 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改的这个小玩具啊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前杠是我们做的一个钢管的竞技杠 第一呢 就是增加它的接近角度 我们把杠的下沿都给切掉了 这样的话 它接近角更大一些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钢管的竞技杠 它直接固定在车身上 这样的话 它能增加前面的一个强度 扛撞的强度 第三呢 就是在这上面 我们中间固定了一个脚盘 这个脚盘呢 是3000磅的脚盘 它的拉力大概是在一吨多 这个样子 这个脚盘我们还增加了 它一个新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通过上面的掉臂 是可以实现一些重物的举升的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在这杠上 我们增加了脱车的锚点 这个呢 也是便于在一些救援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固定嘛 这样的 然后呢 在两边 我们增加了两个射灯 这个就是正面的一个整体的设计了 侧面呢 实际上我们分成两部分啊 一个呢 是轮胎的部分 我们在侧面呃像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轮胎 我们用的是25英寸直径的轮胎 然后用了这个轮胎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轮胎实际上它是宽住车身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翼子板包括前杠进行了一个切割 切割之后呢 我们用这种宽体的一个轮胎来进行一个包裹 然后再往后呢 我们能看得到我们装做的一个侧杠 而这个侧杠实际上它是没有踩踏上下车这种效果的 因为毕竟这个侧杠我们不会拿它去踩踏嘛 对吧 它只是起到了侧面的一个防护作用 车顶呢 我们用的是铝合金的车顶的行李架 一个呢 是为了降低它的车顶的重量 然后呢 尽量把它的重心增加的不会特别高 第二呢 就是车顶行李架实际上增加了一些户外长途旅行的这些元素在里面 像中间我们现在是放了两个脱困板 二一个呢 就在前面加装了一个射灯 这个射灯实际上还是以野外穿越的时候 它增加照明角度为目的的 我们的这个侧后面呢 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两个高位的雾灯 后杠我想的是相对更简单一些 就是我们通过两个钢管以及支架的方式 然后固定在了后面的车身上 然后在后杠上呢 我们同样做了拖车的锚点 以及后杠上面的后射灯 因为前面有一个掉臂嘛 所以掉臂一直延伸到后面有一个拉紧器 这个拉紧器来实现掉臂的向后的一个受力支撑 这样的 这样前面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 那个举声的能力了 对于这台车呢 很多人质疑我改它的目的 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概念车一样 它不一定真的会去实地越野 也不一定会到极端的环境下去使用 我要做的呢 也只是把心中的这个图腾移植到这台车之上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啊 随着电池技术的跨越发展 全轮驱动呢 变得是更加的普及 再加上各种的辅助系统 让电动越野车变成了现实 而那个时候呢 户外探险车可能真正的能迎来电动化的浪潮 对于这台越销量突破三万台的 新能源界的小身车 价格又极度的亲民 正是应了五菱的那句口号 人们需要什么 五菱就造什么 中国车加油 OK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要感谢所有对这个视频拍摄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首先呢 要感谢五菱汽车和老司机平台 给了我这次改装的机会 其次呢 要感谢嘉良同学 他帮我把我的想法变成了设计稿 还要感谢都业车会的朋友们 他们来帮我通过定制的方式 来完成所有的前杠侧杠 抽点行李架的一些制作改装 最后呢 要感谢DL Club同学 他们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场地的拍摄支持 OK 有任何疑问呢 可以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互动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关注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